你看特别疼这 而且一点都疼 看我扎针的手法行不行 看啊 削完毒之后 我们扎肺心的时候 这不是三个手指空出来了吗 然后把中指搭在它这下面 然后这两个指头卡一下 这样一卡是不是区间就出来了 然后我在2点3分法我是不是一目测 然后进针点我就能找出来了 你不用再拿着线在这比划 就这么一卡 然后2点3分 我就知道哪是进针点 然后我们常规的扎针 是不是是这样扎 但是这样扎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样扎容易造成这个角度过大 所以我们扎针的时候 看啊 把这手还反过来 虎口朝下 虎口朝下 你看这个针是不是跟它就是平的了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平着扎 因为如果这样平着扎 又会进针过浅 特别疼 效果还不好 所以 这样进针的时候 目测一下 找到进针点 看啊 这样稍微给一点点角度 然后快速破皮 你看 就这么一点点角度 能看出来吗 把你平着拍 能看出来吗 然后这样 你这样扎就稍微给一点角度 这个针特别锋利 层一下就进去了 一点不疼 然后这个时候 破皮之后把针放倒 平着往里推 所以OK 这就扎完了 你看特别成事 而且一点不疼 一定会更深入 你这样扎了吗 好